哈喽,大家好,我是Serena 今天我要做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红烧排骨 首先将排骨切成小块 我用的是这种亚洲超市买的排骨 所以已经是比较短的 只要沿着排骨的肉切成小块 然后将切好的排骨过一下水 去除血腥味 水沸腾之后加入一些料酒帮助去腥 如果有生姜的话也可以加点姜片 水沸腾三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将排骨捞出来沥干水分 然后将锅中的水倒掉洗干净并擦干 再往锅里加一些使用油,开大火 然后将过了水的排骨 放到油锅中煎一下 由于排骨本身含有脂肪 煎的过程中仍然会出油 所以我没有加很多油 刚开始煎的时候可以稍微转动一下锅底 这样在边缘的排骨也能够沾到油 并且煎到 在排骨的这一面加一点食用盐 转至中火以防煎得过焦 然后将排骨翻过来煎另外一面 食用盐撒得不均匀不要紧 因为稍后要加入啤酒来红焖这个排骨 盐分会融入到水分中变得均匀 排骨翻面之后再次加入一些食用盐 然后开一瓶啤酒 加入两个打了结的小葱 并且加入开好的啤酒 加一点花椒 加几颗八角 加一点孜然 开大火煮沸腾 偶尔搅拌一下 将小葱打结是为了缩小它的长度 方便放到锅中 当锅中的水分挥发了70% 就可以把小葱给夹出来了 还有八角和花椒都可以夹出来 花椒比较小可能不太好找 能夹出来多少就夹多少 夹出来的这些香料都要丢掉 收汁收得差不多的时候翻炒一下 然后加一点生抽提鲜 翻炒均匀 然后转小火等待收汁 最后再撒上一些葱花 这时候可以关火了 然后翻炒一下 用锅里的余温爆香一下葱花 葱花的香味溢出来以后 就可以把这道菜盛出锅了 这道简单又美味的家常红烧排骨就做好了 排骨这么做真的超级香 超级下饭 如果你没有啤酒 那么改成加清水焖煮 调料不变 也是很好吃的 如果你喜欢吃带一点甜口的 也可以加一点点冰糖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